一向重视隐私的德国人最近也不由地开始讨论起总理梅克尔 他是不是藏有一些秘密 特别是关于他自己的健康状况 理由是过去一月之内 他接连三次在公开场合出现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 而且情况极为明显 他是不是出现了很多情形 他自己只是努力在撑呢 回想2005年他当时才51岁 当上了德国女总理 而只是第一次女性的身份 14年过去了 他的声望 他的严谨公正务实作风 依然得到世人的尊敬 很多人担心 他会不会因为健康而必须提前退休 更担心未来德国乃至欧洲 整个的命运又会如何变化 丹麦新任总理来访 德国铁娘子梅克尔盛情迎接 但出乎意料的是 军礼致敬一事 梅克尔竟然一改战着惯例 直接邀对方坐下来 原首与贵宾兼并肩坐着听国歌 在国际场合相当罕见 外界纷纷一侧 梅克尔的健康恐怕真出了大问题 尽管记者会上依旧谈笑风声 还不忘忧自己一磨 承诺会照顾身体 但梅克尔特地搬椅子 坐着观礼 显然体力不济 让各界对他的健康状况更加忧心 尤其是六月中旬以后 他三度在公开场合被拍到 全身不由自主抖动 头一次是发生在上个月18号 乌克兰新任总统 泽连斯基的军理欢迎仪式上 刚时梅克尔剧烈晃动 前后摇摆 一步换要撑不住 不过随后发言人解释 因为当天柏林热到30度 总理脱水才会引发不适 但就在八天后 6月26号 发作地点是在梁省的室内 送别司法部长巴莱的典礼上 梅克尔又被拍到 全身抖个不停 面色紧绷 还一度以双手环抱 试图减缓晃动情形 木料赶紧上前递水杯 却被他摇摇头拒绝 7月10号迎接芬兰总理安蒂林内 升旗典礼才进行到一半 梅克尔的身体又抖了 梅克尔经腰嘴唇 试图稳住身体 但由于颤抖实在太明显 而且长达一分钟 这场媒体纷纷拉近镜头拍摄 不止后方官员头一担忧眼神 芬兰总理安蒂林内 眼角也忍不住失手 频频偷瞄 展露笑容 说话流畅 要大家不必担心 每次面对媒体 梅克尔都说没问题 但也不得不承认 身体的确有些状况 一个月内发生三次 梅克尔口中的他到底是什么 可能水分摄取不足 然后过度疲劳 原发性的颤抖症 或是站立性的颤抖症 甚至帕金森是症 媒体发现 梅克尔站立不动才会颤抖 只要一开始走动 就会迅速恢复正常 而且并非只有手部抖动 应该没有染上帕金森是症 下周将满65岁的梅克尔 是全球政界知名的拼命三娘 2005年当上总理后 成为德国史上首位女元首 14年任期间 他一肩扛起整合欧洲的监局任务 带领各国挺过金融风暴 成为全球民主自由灯塔 在男性称霸的欧美政坛 梅克尔更是不让虚眉 去年G7高峰会上 他与美国总统川普 针锋相对的霸气模样 在全球疯传 梅克尔在国际政坛地位 具有超然影响力 工作自然忙得 不可开交 她当国总统川普 记得 这是在欧洲的经济 在欧洲中的一个很厉害的时刻 她是为了招牌 而且很专注于她的工作 处理国际经浪问题 当空中飞人 行程满党之余 还得熬夜开会 几年前也许还游刃有余 但对于迈入65岁的梅克尔来说 身体是否吃不消了呢 从政数十年健康状况一直很好 但去年十月却闪电宣布辞去党魁 并在2021年任满去职 为全球政坛投下震撼弹 如今看来因为健康理由退休 可能性极大 德国因为有严格的隐私法规 公众人物的健康 不会被摊在阳光下 只是梅克尔战斗情况 已经出现三次 就连向来避免议测的德国媒体 都忍不住开炮 官方说梅克尔一切OK 但德国民众却难以相信 毕竟她的健康攸关未来政局走势 此时若提前交棒 意味可能将提早大选 恐怕冲击政党百块 是否因为政治考量 始终三肩齐口 替娘子的健康 持续扑朔迷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